第三篇 因素三 我们一同把这个篇题读一遍 造会是在三一身体 众地方造会 做基督身体的彰显 以及众圣徒 在身体的感觉里 实行造会生活 在这里第三篇 我们就来到了 造会生活 这个总题就说到 这个造会生活 这恢复极重要的因素 前两篇比较强调异象面 那么第三篇开始 就来到了造会的实行 但是要实行造会生活 需要先看见造会的所适 造会的性质 造会的所适 那这个篇题就是三个点 那么也就形成了三个大点 第一个点 造会是在哪里 三个一身体 第二个点 众造会 众地方造会 做基督身体的彰显 所以这一个点 这个关键的词就是身体的彰显 身体的彰显 第三大点 就是第三句话 众圣徒在身体的感觉里 实行造会生活 所以这个从偏题 我想我们可以记三个关键词 第一什么 再三一生理 第二个关键词 身体的彰显 第三个 身体的感觉 好那先请你还想对讲一下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 我们读一下这个 纲要的第一大点 造会是在三一生理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填造罗尼家人的造会 好这是第一大点 也就是呢 篇题里面的第一个点的来源 这是根据贴钱一章一节 贴钱是保罗最早期所写的书信 那么保罗在贴撒罗尼加前书 和贴撒罗尼加后书 一开始都有相类似的发表 强调什么呢 强调它是写信给 贴撒罗尼加人的造会 不过呢 马上他又把这个贴撒罗尼加人的造会 加以说明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贴撒罗尼加人的造会 我不想这样 这个有没有注意听到 也就是说中文这样的翻译 这样的翻译 我起头读的时候 很容易感觉到 这两句话是平行的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和这个铁撒罗尼加人的造会是平行的 其实不然 在希腊原文 在中文的翻译上 啰嗦一点 就是把这里的斗点 斗点呢 你要把它领会成知 或者得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的铁撒罗尼加人的造会 那中国人不喜欢两个的 就也许你就加一个词 换句话说 这两句话不是平行的 这两句话是要强调什么 铁撒罗尼加人的造会是在 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好 来 来 前几两两对讲一下 这个经文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保罗对于造会的认识 首先保罗写给谁呢 铁撒罗尼加人的造会 根据《生命读经》 用来记一下第五篇 《铁撒罗尼加》前书《生命读经》第五篇 李弟兄就指出来 铁撒罗尼加人按历史而言 在历史上来看是道德低落的 道德低落的 那事实上你就去查一下 《使徒行传》里面 提到铁撒罗尼加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负面的 比如说在《使徒行传》 这个第十七章那里就提到 保罗在《霹雳亚》 在那里呢 就说那里的人比铁撒罗尼加人开明 铁撒罗尼加人比较不开明 好 所以呢 铁撒罗尼加人的造会 如果只有这一句话 原谅我说 大家读的时候 会你有个印象 那是一个什么 道德低落人的造会 但是这一个道德低落人的造会 他们不在 在他们的天然的 这个所事里 他们在哪里呢 在父神和祝福耶稣基督里 哇 你看保罗这个开头好不好 这个开头太重要了 他明明是写一个一个 在别人看起来 道德低落之人的 一个聚会 一个聚集 但是保罗特别强调 他们是在哪里啊 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好 那这一句话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呢 就是篇题所说的 在三一神 好 也就是第一终点 我们一同读一下 天节一节一章一节 向我们启示出一个重大的事实 赵慧是在独一的神里 这位神是我们的父 和主耶稣基督 好 赵慧是在什么 独一的神里 等一下我会解释 也就是三一神里 但是呢 从这个刚要第一个 要解释的是独一的 虽然看起来是似乎是两个人位 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却是独一的神 独一的神 这一位独一的神 是父 也是主耶稣基督 诶 各位要注意听哦 这一位独一的神什么 是父 我们的父 也是呢 主耶稣基督 好 所以请特别注意 这是希腊文里面 很独特的语法 希腊文 新约希腊文有个非常独特的语法 也就是像我在黑板上所写的 他有时候会用一个解释词 后面接两个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两个实名词 第一个实名词是 God Father 第二个实名词是 Lord Jesus Christ 在一个解释词之后面 接两个实名词 然后用一个 连接词连接起来 在希腊原文 没有这个 我用黄色的 粉笔写的 下面加一个 这个底线 希腊原文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 Lord 前面的 这是英文的文法 加上去的 希腊原文没有 所以希腊原文是什么呢 它的直接反应 直接反应就是 In God Father And Lord Jesus 什么意思 这叫做希腊 圣经希腊文的特殊语法 来强调概念合一 这就是要学会啊 圣经希腊文的特殊语法 一个解释词 加两个什么 实名词 但这两个实名词居然怎么样 没有分别的 这个指定的定冠词 就是用这一个 这一个解释词 然后有一个连接词 所以这两个是什么 概念合一 也就是说 这是指这独一的神 这独一的神 是父 也是 主耶稣基督 好了 试着两两说说看 好 我知道有些兄弟们 会觉得哇 这是什么东西 第一次听觉得好 有点难懂 但是请一定要学起来 你第一次听不懂 你第一次听不懂 那么因为在圣经希腊文 在新约里面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思想 只有圣经希腊文 有这种语法 为什么 因为只有神 是又是一位 又有三个讲究 所以在圣经中的记载 就常常会有这种语法出现 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与父 这种语法 在这里说到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 也是这种语法 是独一的神 看起来两位 其实是什么 独一的神 这位独一的神是父 又是什么 主耶稣基督 好 所以这个是刚刚强调 独一的神 第二终点就说到 祂是人所组成 有没有看到 但是这些人是在哪里 善逸神临 好 那为什么要用一位神 却要强调祂是父 又说到主耶稣基督呢 第三重点就告诉你 说到父 就是表明 我们有他的生命和信息 说到在基督里呢 就说到我们与基督有 神基的联结 所以保罗在这句话里头 告诉我们 虽然贴撒农尼家人在天然里 是道德跌落的一个地方的人 但他们却怎么样 因着在父神里 他们怎么样 有父的生命和信息 他们在基督里 他们与基督有什么 圣经的连结 好来两个对讲一下 好 那么第四终点 第四终点就说 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圣经的真理 就是当圣经同时在这个一个经文中 提到了父和子的时候 叫韩世纳灵 韩世圣灵 所以第四个终点就说 造会是在什么 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灵 父 子和圣灵 你说没有啊 经文没有讲到圣灵啊 事实上这就是圣经的启示 圣经的启示 只有一位神 却有父 子 圣灵 三方面的讲究 所以在圣经的记载里 有的时候只出现了父 和什么子 这时候就韩世圣灵 所以你看到父和子 同时用这种形式出现 其实也韩世经过过程的 三一神 因为他不只是告诉你 一位神他告诉你呢 这位神有父 还有什么 有主耶稣基督的讲究 然后呢 这位三一神经过过程成了什么 赤生命的纳灵 所以父和子 同时出现就韩世圣灵 也就启示给我们 经过过程的三个一神 来 简单讲对讲一下 来到第二大典 刚刚讲到 第二大典 它的重点就在于 身体的彰显 所以第二大典 我们读一下 地方兆灵 乃是基督的身体 在某一地方的显出 在这里更有几个重点呢 八个重点 八个重点 好 这个其实不为难 第一个重点 我们把重点说明一下 第一个重点 我们一同读 基督这独一的身体 彰显在许多地方兆灵 乃是在神圣的伊里 如三一神所示的 好 提在这里 这个独一的身体 是彰显在什么 许多地方兆灵 但是这个彰显是在 神圣的伊里 彰显在许多的地方兆灵 但是这个彰显是在什么 神圣的伊里 如什么 三一神所示的 所以在彰显的时候 虽然地方兆灵是多的 但是第三行就说 纵灵会有一个神圣性质 一个神圣元素 一个神圣素 一个神圣素质 一个神圣彰显 一个神圣功勇 和一个神圣见证 为什么 它的原因 内在原因就是 因为重兆灵乃是 一个身体的彰显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你要抓到的 重地方兆灵乃是什么 一个 基督身体的什么 彰显 所以一个神圣彰显在许多的地方兆灵中 却是在什么 神圣的伊里 如三一神所示的 来 请 现在两个对象 好 所以如何解释 如何解释许多 却是什么 在伊里 所以就用了二三四大终点 从基督的身体的角度来解释 二三四是从身体的角度 往地方兆灵去解释 然后呢 五六七呢 是从地方兆灵的角度 回头去看呢 身体 所以呢 弟兄们边刚要 二三四是从什么 身体 说到哪里 显在地方上 然后五六七呢 就说 地方乃是什么 身体的彰显 好 所以我们来说应用 第八就是我们的应用 有了这个看见之后 第八终点是个重要的应用 密通读 在我们的考量里 基督的身体应当是第一 地方造位应当是第二 哇 哪一个是第一啊 基督的身体 所以地方造位呢是第二 甚至于第一小点 地方造位是神 达到他精伦目标 就是基督身体说 采取的手续 所以地方造位指的是一个什么 手续 好 那很多人说这是你讲的吧 但是我们要来看圣经 特别弟兄们在纲要中用三个很强的例证 给我们看见身体是第一 地方造位是第二 我们翻到周三的经文 周三 我们先把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十八章 就要旁边写一个十八章 马太十八章作为第一组 这是第一组的例证 来马太十六章十八节 我要把我的造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好 这是指着什么宇宙的造会 宇宙的造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这里说到建造造会 其他的经文也说到建造基督的身体 好 但是马太十八章呢 那你就告诉我们要告诉造会 你先写这四个字 再就把那个相关的机会找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十六章说到建造造会 那是宇宙的 到了十八章是告诉造会 那个造会是可以告诉的 那就是什么地方造会 所以十六章先说到什么 基督的身体 然后十八章说到什么 地方造会 这是第一组的例证 第二组的例证 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 然后密同读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是一个圣体 并且各个互相做之体 也是如此 好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这里说的我们这许多人 我们这许多人 他的上下文 他的上文是什么呢 我们这许多人的上文 就是罗马书第九章 那些被成全 成为神儿子的那般人 我们这许多人 在罗马书第九章 已经告诉我们神的工作 要把我们摩成神儿子的形象 这些人 在怎么样 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先讲什么 一个身体 到了罗马书十六章 你就看见了基督的众党会 所以哪一个在先呢 身体的余 然后呢 十六章才有什么 众党会 所以无论是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章 哪一个在先呢 身体的余 然后呢 对 地方党会在后 再来呢 罗马书十二章 说到什么 一个身体 十六章说到什么 众地方党会 好 请先两章对讲一下 这一章 第三章的命证 这个是 罗马书兄 他来解释 身体应该是第一 地方党会应该是第二 的时候呢 他喜欢用的经文 就是以福所第二章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好 请你把它抄下来 回去把经文抵上去 好 以福所第二章 其实他的关键的字在这里 第二章二十一节说 在他里面 全方连结一起 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全方 然后呢 连结一起 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所以这再加什么 圣殿 再加上以福所第二章 十四节十五节 那里也强调什么 一个心人 一个身体 所以呢 这都给我们看见 在以福所第二章 先强调什么 一个身体 全方 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然后二十二节说什么 二十三节 二十 是二十二还是二十三节 全方是二十一节 全方是二十一节 这是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因为你们 这个在这里没有时间细讲了 你要去读他的上下文 在以福所第二章 你们所包括的是不断改变的 十一节的你们 是指这个外邦人 到了二十二节的你们 是外邦人 加上加上什么 这个犹太人 都在基督里成了一个身体 一个心人之后的你们 就能在他里面同被建造 成为神在灵里的居首 所以哪一个先 全方 全方 一个身体先 再来才是什么 你们 然后在他里面怎么样 同被建造 所以身体是第一 地方到位是什么 第二 这个重点 说到身体的感觉 身体的感觉 主要是根据灵前第十二章 灵前第十二章 那么我们看一下经文 周五的经文 来 周五灵前第十二章 二五二六 那再翻到周四翻回来二十七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做尸体 保罗在灵前第十二章 到底他讲什么呢 保罗在灵前第十二章 是要对付恩赐的运用 所以这里的你们 你们 就是在 灵哥灵多造会中 各有恩赐的圣品 有人有这个恩赐 有人有那个恩赐 有人有医病的恩赐 有人有行义能的恩赐 有人是有说方言的恩赐 有人说有翻方言的恩赐 各有各的恩赐的你们 如果各自只管自己的恩赐 聚会就是混乱 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什么 你们 是什么 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所以换的话说 虽然各有不同的恩赐 那就像身体上的肢体 各有不同的什么 共用 我们可以拿一个肢体 不管别人自己尽共用吗 不能 所以在这里才说什么 免得了身体上有了分裂 是 各肢体 只管自己就一定分裂 总要怎么样 同样彼此相互 要彼此同样相互 所以什么是身体的感觉 身体的感觉就是认识 我们不过是身体上的肢体 然后彼此需要 还要 还要呢 共同在头的感觉下来进功用 所以这里才说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呢就怎么样 一同受苦 不是说你要去跟别人一起受苦 自然就感觉到什么 一同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呢 所有的肢体就怎么样 一同欢乐 为什么这就是身体啊 所以呢第三大点 强调在什么 身体的感觉 来怎么样 过 照回社 要顾到 顾到其他的肢体 顾到其他肢体的感觉 好现在呢可以讲一下 周六的经文 周六的经文 好 那么这一个点 它的负担就在于 经文旁边的这句话 有没有看到 经文旁边 在组成基督宇宙身体的纵造会之间 没有组织 却有什么 基督身体的教组 所以众造会中间 没有组织 今天在众造会中间 有没有组织啊 没有组织 有人常会问说 台北造会是不是你们总会啊 不是 你们有没有总会啊 没有 但是你们怎么运作啊 教组 身体的教组 这根据什么 根据这里的经文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 他们都坚定持续在 使徒的教训和教组 要持续坚定持续在什么 交通里 好在灵前第十章十六节十七节 我们所破开的比 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吗 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有个什么 基督身体的交通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要认识了 我们真的认识了身体的感觉 我们就晓得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上 所有的肢体之间 有没有组织啊 没有 没有 哪有组织呢 但却有什么 交通 什么时候交通断了 对不起啊 那个部分的肢体就进不了功用 对不对呢 所以种在什么 交通 所以同样的这句话 还有这两个经文简单 对讲一下 阿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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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